嗨你好,我是約會者聊室的MAX 哇,Barnies Talk 沒想到已經來到第七集了耶 哇,現在真的過很快,已經三個月了 然後我們這一次要訪談的主題耶 來賓啊,跟一個名詞有關係,叫做 PUA Picard Artist 就是中文裡面所謂的這種約會教練跟把妹達人 這一次的訪談者是約會診療室的創辦人MAX 約會診療室算是一個 蠻資深蠻老牌的一個約會教練團體 所以大家因為最近,也不是最近耶 就是說這幾年PUA確實是有一些 這個在把妹市場新聞上有一些 正反兩極的一些評價 所以我們今天會聊聊說 因為這個大家覺得比較神秘的一個世界 他們到底在幹嘛 他們是不是一個什麼奇怪的邪教團體啊 還是在騙錢 還是說真的有所謂的一些人 特別是男性從中間受益 然後他更懂得怎麼跟兩性相處 那這都是我們今天會聊一聊的話題 好,那Next我就這邊很了當的直接切入 就是說你當初是怎麼樣踏入到PUA這個領域 就怎麼了解到他 因為我記得你本身是學資訊之工相關的科系嘛 對,那你從了解到把妹這一塊到真的把它變成職業 真的把它變成是一個你的全職的工作 我相信是有一段距離跟一段時間 那這個初期的部分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聊一下 OK,其實主要是這樣 大家要先原諒我一下 因為最近感冒這樣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有一些咳嗽的聲音這樣 OK,那其實我一接觸到這個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認識一個外國朋友 然後這一些PUA或者外國把妹的知識 透過他 然後我學習到很多 其實算是一個讀書會的概念 我就是在網路上參加一個讀書會 認識一個外國人 然後他開啟了很多 就是說我以前不知道的東西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最棒的地方在這邊 就是學了這個 因為以前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在我的課程或者免費影片我都有講 我以前就覺得追女生就是要用心好男人的方式 就是要對女生好啊 鱷魚奉承等等的 心好男人這個詞是在1996年左右 廣告公安公司很喜歡打的詞 反正那個時候的戲劇廣告 我們小時候啦 常常聽到這個詞這樣 所以你會被洗腦的很深 那後來碰到這外國人 我才驚覺到其實是有 可以有尊嚴追到女生的方法 就是以前我就會覺得我們要把尊嚴擺在地上這樣 然後無限的侍奉女生 才能追到這樣 然後這外國人 讓我有個很大的轉捩點是這樣 就是可以很有尊嚴的追到女生 好啊 這個過程中就慢慢的學習嘛 然後開始也開始看了一些外國人的東西 甚至飛去美國參加美國的課程 然後可是譬如說很多東西 帶回台灣以後就發現說 其實沒有這麼的符合華人文化 像例如說可能外國很多 在叫把妹的人都會說 很快要肢體互動這樣 最好是第一次見面 或是第一次約會就一定要碰到我幹嘛 然後我在亞洲或者台灣 用這個方式的時候就發現說 哇很多時候女生的反彈很大 或者覺得大陸的一個詞 覺得你很猥瑣這樣 就覺得你怪怪的 所以後來我才發現說需要微調 不是說好像照單全收 然後後來慢慢慢慢 微調成我可以成功的方式 然後後來分享給身邊的人 然後慢慢 就是一開始寫部落格 我其實沒想那麼多 其實一開始我的想法 是我希望認識更多台灣的高手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搭三 一個人研究 我覺得速度比較慢 如果很多人研究 速度很快這樣 然後覺得這個東西是無心插流這樣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就開始我也辦讀書會 然後慢慢有個人諮詢等等 後來就變成約會診療室 所以簡單來說大概 我接觸到PUA 接觸到拔妹 然後一路到約會診療室 整個過程大概是這樣子 你那時候 例如說你做很多事情 像是可能辦讀書會 或者是認識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你應該會有個分水嶺 是你想說 那我要靠這個當飯吃嗎 其實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主要的分水嶺 那個時候就想 一開始 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時候是這樣 其實我不是有辦讀書會嗎 然後大家會來嗎 然後就是有些人會給我放鳥 我就會覺得很雞巴這樣 媽的我要免費教你東西 你要給我放鳥 然後好 我就覺得說 這樣不行這樣子 每次都給我不放鳥 所以我就開始收費 結果收費 反而大家都不放鳥 真的真的 對收費大家都 準時來 就是從那個時候 我要收費 或者把這個當成職業 其實它是無心插流的過程 就是個人諮詢 然後後來開始就是說 這個諮詢 我的收入 那個時候我打工 在那個大學的時候打工 那收入開始慢慢 比我大學打工還多以後 我就開始說 OK 那把我資訊管理的知識 也融合進來這樣 就是它是個漸進的過程 就是漸進漸進到 欸我覺得 這個大概成熟了 所以我才跳出來 全職做這樣 就是有點像是 你可能你之前是 這是做口碑 或是那種個人工作室 然後你是真的 欸做到一定的規模 或者說有一定的市場需求 就決定說欸不行 我要出來開一個品牌這樣 就是 就是 覺得說欸 大概實機成熟 然後大概 該準備的東西都準備了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有機會的事情 然後我才正式跳出來這樣 那時候大概是 零幾年的時候啊 欸我很早 反正08年開始 然後 欸 反正大概到 20 10 開始我們就有課程這樣 然後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上來 總而言之 它是個漸進的過程啊 它不是說一步 就是一步就直接到位這樣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其實蠻多學的東西都是 從國外 就是那邊學過來的嘛 那 其實代表說 這個時候早期的時候 台灣市場其實是 還沒有人真的在做這一塊的 那你那時候真的踏進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說欸 我的市場定位 或者說你 你特別想要為華人男性 就是做什麼樣的啟發 或者是服務 有特別想過 我那個 我那個時候想很簡單 我那個時候想說 就是 我把我從地獄爬上來的經歷 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是loser嘛 然後我爬上來 那 我覺得說欸 這段經驗 這過程中 學到的很多技巧 我自己有很多心得 我自己 甚至自己開發的很多技巧 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所以我是從這邊開始 我想說OK 那我就 就是說 去分享一些 或者發援光大一些 我會的東西這樣 那在你就是說 可能初期創辦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阻力 或者是說 不管是 整個社會的氛圍 還是說 家人朋友 有沒有在上面 給你一些施壓 說欸這個 這個東西 可能跟我們華人 這種傳統社會的 一些價值觀 會不會相衝突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 我當然每個人聽到這個的時候 一定會很驚訝嘛 這是什麼 奇怪的質疑選項 那可是家人的話 那個過年拿到紅包的時候 就不會啦 他過年拿到紅包的時候 就OK 這個是可以讓你賺錢的東西 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去質疑這樣 那至於你說那個什麼 像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好像跟華人社會想的很不一樣 等等的 如果你是很傳統的人 那你當然 你看我的東西 你當然會嚇一大跳 或者你覺得說 啊怎麼 跟我們那種一夫一妻的想法差很多 可是如果你是比較開明的人 或者比較自由派啦 英文Liberal 比較自由派的人 去看我的東西的話 實際上我的東西其實 應該是非常OK 因為你看我的東西 我也完全沒有說 我們要欺騙女生啊 什麼的這樣 是在一個 兩方你情我願的前提之下 去發展出 你們想要的關係 所以欸 其實深入 就是應該講說 大部分的人裡面 大概只有10% 20%那種真的很保守的人 會很反彈 那至於大部分的人 反而其實深入了解以後 他們反而都覺得蠻OK的 可是就是說 那像現在 因為從08年到現在已經快 1920年 1920年 其實整個 整個市場 大家有目共睹說 這樣子的兩性的需求 是 越來越被重視 然後也越來越多人 進來做 那你剛剛也提到說 可能有些人 對PUA的負面印象 可能就是因為有些人 用騙的 或者是一些 不好的方式 讓大家 有不好的印象 那你覺得說 你怎麼看待一些說 可能已經 就是它的價值觀有點扭曲 或走歪的那些 就我們講說沒有那麼正派的 約會教練的團體 或者是說 例如說像 前一陣子 前幾年 特別是這幾年 中國可能有些PUA 他們會被政府 或者是一些新聞提報說 他可能涉嫌一些詐騙啊 詐欺 或者是說他可能 交男性去跟異性相處的 一些方式不太恰當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一個產業裡面一定會有老鼠屎 一定會有好的人 一定會有很糟糕的人這樣 那尤其是我們這個感情產業 我覺得這個東西跟算命的產業有點像啦 所以你看那種新聞 不是有時候會有那種算命的人 算一算算到床上去嗎 一樣的道理這樣 那像你剛剛講的大陸的這個事件嗎 譬如說大陸那邊 他們的數值也會拉得很大 好的 好的還是很好 那糟糕的就非常糟糕 譬如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像我聽過一個大陸的交把妹的人 他的招式是這樣 就把女生帶回家以後 把他的鞋子藏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把他鞋子藏起來嗎 讓他離不開這樣 對 就讓他離不開 一定要跟你發生關係之類的 你這樣懂了吧 就是他們你看 就有這麼 有這麼雞巴的招數 對不對 這有點半強迫的招數 所以這其實我覺得 如果是以台灣社會 或者以我們來講 我們都覺得很不OK的方式 可是大陸就是有人叫這樣 那所以 他們這個東西剛好 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反正就是踩到政府的紅線 然後就 就整個產業被政府打了一輪 據我所知啊 很多網站現在自公這樣 就自己把自己的很多內容刪掉 他怕政府去把他們公司關掉 所以趕快把他們的內容刪掉這樣 據我所知 因為我也認識很多大陸的朋友 所以 他們那邊還蠻慘的這樣 所以我們這邊做這個自由度 還是比較高一點這樣 我是覺得 我們回歸到那個PUA 這個東西上面來好了 那我覺得我在做約會診療室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想說 我是不是PUA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我的文章 或者因為你也是參加過我們活動跟課程嘛 你就會知道說 我很少講說我是PUA 或者我是什麼大師PUA 或者我也不會跟你們講說 你們要成為PUA 我都不會這樣講 我通常的講法都是 我希望說你們今天拿了這些工具以後 然後你們去在這過程中 思考自己想要什麼樣的感情 然後用這些工具去獲得你想要的感情 那至於說PUA或不PUA 其實這都是一個 別人給你的一個標籤這樣 那有沒有這標籤其實不重要 重點是你自己滿不滿意你的把妹成果這樣 所以我自己平常我就沒有在意這個標籤這樣 別人要覺得我是PUA很好 別人覺得我不是PUA 或者不夠格當PUA 我也覺得很OK 關鍵是我能不能夠用我的方式去認識到女生這樣 所以我不會這樣特別追求 那有些人業界或者是說 有一些在學習這方面學問的人 他所謂走火入魔是變成說 為了PUA有PUA 譬如說你一定有聽過這種人 講說什麼 我跟你講 我上過的妹子什麼 三百人五百人什麼的 再比那什麼 對比幾人長這樣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那個就 我不曉得那個人的想法 說不定對他人生來說 這個是很大的意義 可是很多人是盲目的在追求這個東西 你跟很多人三百人五百人發生關係 可是你真的快樂嗎 或者說這是你想要的關係嗎 因為譬如說 好可能 我可能一人佔 可是我佔 林志玲之類的 林志玲結婚了 換個例子 翁之曼 翁之曼 我現在突然想到 翁之曼你叫的是誰吧 翁之曼 我知道太大了 對對對 好譬如說我女朋友翁之曼這樣一個 跟你一百個可是都普通的女生 那你覺得誰厲害 你懂我意思吧 這個東西本來就沒辦法量化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各位聽眾 或者是在學習這方面學問的朋友 其實不用去太在意說 誰是PUA 或誰不是PUA 而是在過程中 當然你的目標一定會換 譬如說你在學習的過程中 你一開始可能是想要短暫浪漫 可是後面可能你短暫浪漫一陣子以後 你可能慢慢會想要長期交往等等的 長期交往一陣子 可能又會想要短暫浪漫 這東西本來就是會不斷的變化 但就在這過程中 不斷的去感受一下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問心無愧 其實我覺得就蠻OK的這樣 這是我在看PUA的時候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但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說 可能現在這個社會 就是科技的變動很快速 那有時候變成說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關係 或是希望的 戀愛的方式或模式是怎麼樣 導致說 可能變成說 男性就會以一個想辦法 可以越快速獲得性 作為一個主要的一個KPI 或是一個目標 你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說 因為這一塊可能也 也不完全是說 約會的這種教育產業可以交的 你覺得說這一塊是不是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原本的社會還是說 怎麼樣子的方式可以去補足說 我就是不知道我想要怎麼樣的關係 或怎麼樣的人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 就是說你想要什麼樣的關係 你在一個雙方問心無愧 雙方沒有欺騙的情況之下 我都是贊同跟鼓勵的吧 那有些人 他可能 我可能現在就是年輕氣盛 我現在就是想要去把很多妹 但是如果我用誠實的方式 去譬如說 假設我一直跑夜店 然後可是我都讓夜店的女生知道 我就是不想定下來 我就是 現在在享受我單身生活 然後如果那些女生也願意跟你互動的話 那我覺得很OK 就是我並不會覺得這是一件壞事 只是說我的意思是說你要真心享受 拔很多妹這個過程 而不是我知道很多人是這樣 其實他沒有真的很想要一直去拔妹 可是可能因為我要當PUA 所以我一定要去打散 你懂嗎 他即便他已經 我現在已經有很好的女朋友 或者我現在已經有很好的 就是已經有一個異性很豐富的一個單身生活 可是因為我要當PUA 所以我就還是要不斷去打散 那後面的搭散 就並不一定是他真的出於意願想做的事情 那我的意思是 就是你今天 不管你要做很多搭散 或者做很少搭散 或者甚至不搭散 用其他方式 我覺得關鍵是 你自己是不是在享受這個過程 你不管做什麼樣的決定都OK 但是你是要享受在其中的 你是 而不是為了追求什麼數字 你聽得懂 有些人譬如說 我現在去找一堆女生來做愛 對 可是我為的是白人展 就不是為了我真心想要 而是為了一個數字 你懂我意思 就為了一個title 為一個虛名啦 對對對對對 我是覺得這樣子 就比較沒有必要一點 可是那可能一般人是這樣子 那你覺得說 如果作為一個約會教練 你是不是也會面臨到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說你可能已經有一段還不錯的關係 但因為你可能有教學的需要 你要不停的去認識新的人 或新的妹子 或者是練習新的技巧 那這時候你們的心態 通常是會怎麼調適這樣子的一個 有點矛盾的狀態 沒有所以我常開玩笑啊 樂會教練就是已經跟你想 淫盪的人都会當的很好啊 嗯 就是像道德這個 不是不是不是 不不不不不不 이러 淫盪跟道德是兩個四個分開的概念 我舉個例子 我淫盪 我晚上都想找一夜情 可是我都是用正确 我都是用没有欺骗的方式 找一页情 我有很多一页情 可是我有道德 你这样听得懂了 差别 我懂 你的淫荡很只 他的情欲 或他的欲望比较旺盛 那就会 对对对 我想要 认识更多了 没错没错 但是跟道德是两个回事 你是可以 所以我觉得 我回归到刚刚前面 就是说你刚刚会问我说 做这个产业 会不会很多人觉得说 很可怕什么的 其实认真听我的东西的人 就会知道说 我们鼓吹的方式 都是怎么讲 我们不敢说 主流社会的健康 但是至少 我们不会想要去占女生便宜 我们甚至的心态 就是说 怎么样让这段关系 他也可以获得一些东西 对 所以基本上 大家听下来 OK 你也问心无愧 你也没有去伤害别人 这样 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 通常 就是说 很想要一直把妹的人 他在这一行 当然会发挥的比较好 那如果 譬如说 他可能定下来的 不代表说 他不能教学 但是就是说 那个犀利程度 跟反应的速度 一定会比那种 天天在外面跑的人 差一点这样 一定有差 这一定有差 但不代表说 不能做这样 就等于就是 他的市场敏锐度 就是可能 你天天在磨的话 当然就是会 反应会比较灵敏 这样子 对 没错 那像 像你们团队 其实也教学了这么久的时间 那我相信 你应该有几个例子 是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或者是你觉得 特别感动的 或是你觉得 特别有趣的 可以跟他 特别感动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那个 就是 我们的课程 基本上 来了以后 我们会带他 牵制去搭讪 跟夜店 对不对 那我们带他们 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目的 是希望他们 获得大量的经验 就是我们没有想说 好像你这次来夜店 就一定要认识 你老婆之类的 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是希望你来夜店 然后透过很多练习 然后我们在旁边指导他 获得最多的经验值 然后他以后 回去他的生活以后 可以有很大的发挥 那但是我记得有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学员 在夜店 认识到 他现在已经结婚了 认识到他老婆 这样 我都觉得很了不起 就是有点像 把我们的课程 当成恋爱巴士这样 可是就会觉得说 真的 会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 有时候会说 什么欢场无真爱 但是他 对可能在一个 就是 比较大家觉得 没有 应该这样讲 应该是说 我们的课程 我们没有期待说 他认识的女生 就会是他定下来的女生 因为就像我说的 因为一开始这些人来 他们可能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磨练 那只是说 没想到这个学员 他就认识到他的老婆 这样 后来结婚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哇 就是很神奇 很像恋爱巴士这样 然后我们也是受到很大的鼓舞 就觉得说 做的事情都有意义 这样 嗯 就是说 然后 对 这是一个 我感动的一个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故事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会有个刻板印象 就好像来我们的课程的人 都是那种宅男 或是什么的 但实际上 有很多来我们的课程的人 他条件很好 像 我之前就有一个学员来 他长得超像信乐坛的那个信 你知道 超帅的 帅渣的这样 然后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会来这样 因为你条件真的很好 然后他就说 他交过13个女朋友 但是这13个女生都是倒追他 他不知道怎么去追人 所以他来学习怎么样去追女生 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然后我记得 他那天晚上在夜店 他就发挥我们所学 反正就是照表操客 他其实实际上跟他沟通 你就会觉得说 他讲话真的没有很犀利 没有很厉害 但他真的外表真的太帅 然后他在夜店 照我们的方式照表操客 然后OK 那女生全部都买单 应该有说女生全部都上工 就是他在追求的对象 或者互动的对象 每一个点 那个女生都给他绿灯 然后到最后 我就叫他全部跑完 他就是说 要不要跟我回家之类的 这个女生也说OK 然后这男生很有趣 就想一想 大概想了10秒钟 然后就跟那女生讲说 可是不行 我明天要上MAX的课 那我们约改天好了 我就很感动 我干掉美女 不知道该哭还该笑 没有啦 我相信他应该是真的不缺女生 他是真的来学东西的 所以说他可能想一想 他觉得说明天上课比较重要 一夜起再早就好 所以蛮有趣的 这个经验也让我们 因为我跟你讲 像我认识大部分的学员 有机会 他们就说MAX 这样子 还有人跟我借钱 你知道吗 全部够这样 开房间的钱 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过程中 所以就是你看 也有那种很帅条件好 宁可选我不选美女的 然后也有那种 他成功了很开心的 也有 那也有那种 譬如说像 我们也放过个例子是这样 一个学员 他也是 就是说跟个女生互动很好 那只是说 后来那女生喝醉 那女生就倒了 倒在我们的男生的大腿上 我们的男生当然很想要 他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带走 我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带走很危险 因为那女生失去意识 所以他带走 是不是有可能性侵的疑虑 有走在法律边缘 没有 我就跟他讲说 千万不要 我跟你讲 我就跟他讲说 你宁可用买的 就是你宁可真的 今晚用买的 你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然后他就说 那怎么办 我就说 好那你就先照顾他 那女生倒了 但是他可能 等下会醒来 那就先照顾他 那照顾他 如果等一下清醒了 然后可以约去吃宵夜 他也同意什么的 那你再考虑要不要带他 然后我们的学员 那个学员就真的照做 照顾他一个小时多吧 后来那女生醒来 然后清醒以后 约去旅馆就OK 那隔天就有成功 所以也是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经验 因为大家很多学员来 然后可能他很接近成功的时候 都会很渴望这样 但是有些事情该做与不该做 还是要把那个分寸跟学员讲很清楚这样 了解 那因为你刚刚提到主要都是实体课程的部分 那我相信有些听众其实不太知道说 约会诊疗室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然后像是线上或线下你们实体的课程 或是线上的课程有提供哪样子的服务给大家 可以稍微大略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有的服务跟课程跟产品 主要是有我们从书籍到线上课程 我们现在课程都线上化 然后再来和实体课程 那我们书籍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约会诊疗室的朋友 可以建议你赶快来参考我们的 就是坏男超级八 这本书这样 这本书算是我从地狱爬到天堂的 一路上的心路历程的浓缩这样都在这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本看完 你对情场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然后至少一些大错误不会犯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从聊天 我们聊天有关于聊天A咖 有个课程叫聊天A咖 专门解决聊天的问题 然后再来我们有个课程叫网络金手指 再教你怎么样网络交友去认识异性的 那如果你对于街头搭讪 对于夜店 然后对于约会的一些实战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们这个叫达证蓝图的课程 里面我会跟model 模特儿去做很多示范 然后里面我也会放超过五个以上的搭讪实拍 让你知道说从实际上 就是真实的搭讪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解构真实搭讪成功的一些因素给你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一个课程叫情欲节 就是你在跨交往跟交往以后 怎么样不断的炒热对方的对你的欲望 然后让你们的交往关系一直维持热恋期 这样 那再来我们有一个 另外一个产品比较特别 叫爱情时光机 那是针对挽回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有交往上的问题 你交往中有些冲突跟有些争执 或者甚至到了分手 该如何挽回感情 就可以参考我们爱情时光机 那我刚刚上面讲这些所有数位课程 你直接去搜寻 我在我的那个课程页面里面 都会有超过30分钟的免费 每一个课程都有 都有超过30分钟的免费内容 所以我会建议你 假设你不想要买任何东西 也没有关系 我会建议你强烈建议你来看这些免费的内容 因为这些免费的内容 就可以让你学到非常多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对于 你希望我亲自来帮你改造 我们的团队整个下来帮你 亲自做大改造的话 强烈建议你参考我们的社交实战课程 那个社交实战课程 有点像懒人包 你就是来 我们帮你把 我们帮你把你最好的一面 你最好的故事 萃取出来 然后帮你编造成专属于你的搭讪台词 还有外表跟社群的改造 所以你进来什么都不用带 你出去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都给你 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如果想要让自己快速的升级的话 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目前有的服务大概是这些 那以后可能还会拓展更多关于交往关系 或者进阶约会的部分这样 就请大家尽情拭目以待这样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电子报开始 电子报也不用钱 可是一些新的资讯你们都会收到这样 所以你可以去搜寻约会整聊室 找到我们的网站 然后订阅电子报 我觉得最一开始先从这边开始吧 其他东西你们再慢慢来了解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其实产品线听起来蛮丰富的 因为你看有电子报 然后有文章 然后你有拍影片 然后也有线上线下的课程 那这样子的话变成说 你们的团队的规模大概去多大去run这整个产品 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大概 可是我们蛮多人 其实我们大概就十几个人 可是我们蛮多人是那种 不是在办公室的人 我们就是很多是那种合作的老师等等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去了解一些startup那些 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现在的公司 它不是那种像传统公司 一堆人做办公室这样 它是越来越动态的 可能我跟很多人是合作关系 它不一定是直接雇佣在我底下 所以我们公司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很多老师或者教练 我觉得很棒的 那可能他有他的正值 但是我就是还是想要把他拉进来 让他跟课程有些关系这样 让他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合作伙伴都是这样子 所以大概十几个人吧 这个数字是浮动的 等于说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对象 不管是写手啊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优质的教练啊 或者是其他的 对我们觉得这个内容 或者我们觉得教练的一些教法好 我们就想要拉进来这样 所以像我们实战课程 其实我们教练 从二十几岁刚毕业 然后到我算最老的 我三十几吧 那就是我觉得大概每个教练 都差三四岁三四岁 可是这样有个好处是 其实可以带给大家的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刚毕业的教练 他可能有很多方法去跟年轻人沟通 是很有效的 甚至我都要学习的 那如果像我 可能我会有些方式是可以让女生觉得说 你成熟稳重等等的 我觉得每一个世代 或者每一种教练可以带来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团队也是 我也是用这种思考方式 就想说怎么样把各种不同的面向带进来 因为把妹这种东西 你看为什么叫pick up artist artist这个字就是艺术家 所以艺术家他代表这个东西 没有不准答案 他的答案可能是很多种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 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所以当然多多益善 所以我们团队才为什么会有 比较有浮动性的原因在这边 等于说不同的年龄层会主打不一样的客群 不止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环境 背景的人也会有不同的 比如说像你当过夜店公关的话 你可能也知道一些东西 那比如说你如果 当过什么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每一种人会有不同的强项 就是等于每个教练会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那可能跟他过去的一些生长环境 或者他的一些过去的经验会有相关 没错 你刚刚提到一些比较 你有一些二十几岁年轻的教练 那因为约会怎样算蛮资深 蛮龙头的一个约会教练的品牌 那你怎么去看待说一些 比较新盛代的约会教练 或是一些团体 你有没有觉得说有没有谁 你觉得谁他理念还不错 还是说他曾经有让你觉得吸眼球 说这个新的团体或这个品牌还不错 什么样子 我说实在 因为我接触的对象很多都是大陆 或者美国的人 所以台湾的我反而看的比较少 我说真的 我台湾的反而看的东西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 就多看看吧 就是说其实像我甚至跟我的学员都会这样讲 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讲这个东西 很多网红也在讲这些东西 那你们就是多去吸收 然后关键来 然后就是吸收完以后 把这些东西尽快的拿去实践 因为你实践以后 有没有效就知道了 所以你实践完以后 包含我的东西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大部分我们的产品 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退费的 因为我们就希望说你赶快来试 你试了 你觉得没有用 我们退钱给你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东西 当然是有一定的自信 我们知道说大部分的人去试会有效 不然理论上我们应该倒闭了才对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有其他你们觉得好的人 或者你搜寻到 你觉得不错的老师 你就听一听 然后听完尽快去实践 那你就知道说 这他的方法适不适合你 这是我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忠告 因为现在如雨后春笋 因为这东西不只是我们讲说 传统交约会的人会讲 现在连很多网红 像什么 有个韩国 有个一直讲韩国的女生 爱丽莎莎 爱丽莎莎你知道 然后不要讲爱丽莎莎好了 你知道阿滴吗 阿滴英文你知道 那个滴妹也跑出来讲感情 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想沾一点边 因为 因为我觉得他两性是一个很大的立即市场 对对对他是流量保证 你讲这个一定有流量 他们YouTuber需要流量 所以说就等于说大家都跳进来讲 那我会觉得说那就多听听这样 因为有些人讲的对你有效 有些人讲的对你没有效 对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客观的一个答案 因为我在那边讲说 哦我有效 那这样很奇怪这样 所以包含我的东西 我也希望你用这个态度 就是我也希望你们用这个态度 就是你们就是来听 来实践 没有效 就把max按叉叉 退定 没有关系这样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访谈你的原因 就趁流量 没有 对因为对啊 确实是因为两性这个东西 确实是 我觉得自古以来都是 大家会关心 只要有人的地方 多少都会关心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有这个需求嘛 那像max 因为你们有在开实体课嘛 那曾经有一阵子是有跑去 例如说台中高雄 那甚至有时候更远跑到 马来西亚香港去开课 那为什么之后 你没有想说要继续维持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或者是说 因为你现在说 你的团队可能十几人 那没有想说要把它扩大 到整个海外的华人市场吗 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海外华人 一直想做 可是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譬如说 我以马来西亚为例 马来西亚800万的华人嘛 800万理论上跟台北市 大台北差不多 那理论上应该是很大的市场啊 那为什么我们不飞过去这样 但是有个问题是这样 这800万人是分散在马来西亚的各处 800万台北人是不是在台北 他们是不是很集中 对 所以我开实体课会有人来嘛 我在马来西亚开实体课 我跟你讲 你开在什么点都是错的 因为大家不可能聚集在一个地方 太散了 但如果在比较热闹的 例如说吉隆坡 没办法 譬如说吉隆坡是一个大地方嘛 那槟城也是一个大地方 新山也是个大地方 你听得懂有三四个大地方 你办在哪个大地方 你其他地方的人要来的几率就低 因为他那个概念不能用台湾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这个东西就是牵涉到创业啊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去大陆以后 我们常常讲嘛 都说大陆好像言论不自由 可是为什么去那边很多人眼界会放大 就是因为 那个你在处理事情的量级是完全不同的 台湾就两千万人嘛 然后这个小小的地方 你在大陆 我卖个东西 我要考虑到北方现在在下雪 可是现在海南岛可能是在大太阳 所以你的思维必须要拉得很大 所以这也是我们去海外才发现说 哦就是说原来台湾那一套 不能这样直接带过去这样子 因为这个有地域限制 所以我们后来才变数位课程嘛 因为我像你应该有买过DVD对不对 你也有买过 对对对对 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变数位 就是因为你DVD还是要寄过去 那需要时间 对所以数位是对大家来说最方便的方式这样 那所以变成说我们海外现在 是变成VIP的服务 就是那个单价会拉很高 然后我们服务少量的客户这样 可是就是几乎一对一 甚至二对一的教学这样 而且等于说服务的这个课程不太一样 对对对 因为海外的话 如果我们开那种一般的课程 在海外开 那不如直接用数位的方式会比较好 那如果是大陆的市场呢 因为我相信如果是同文同种 我跟你讲 大陆对不对 大陆你看 大家会觉得大陆的钱很多要去赚的 我跟讲其实超不容易的 这边 我们有讲到一些创业的东西 这样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希望访谈就是一部分是 我们聊的主题 然后也聊一些可能不正式model 没有我怕你想要把妹到底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行啊 所以说先贞得你的同意这样子 我们可不可以跳到创业一点点 对 再回来 我们会先聊小块 那以创业这个来讲 大陆对不对 大陆创业 你只要 我教大家一个东西 在大陆创业啊 你要成功对不对 你只要做思想以外的事情 就容易成功 你如果做跟思想有关的东西 就很容易失败 OK 我举个例子 你听过一个东西 中国有嘻哈听过 有有有 选秀节目嘛 对对对 那后来因为嘻哈是不是有歌词 对 歌词是不是有很多思想 你看他唱一唱以后 后来政府觉得不行 就中国没嘻哈啦 就变这样 对对对 你这样 你这样懂我意思吧 但是你看大陆 大陆有几个东西发展的 几乎是全世界一流 跟美国可以批敌的 健身 大陆健身产业 现在已经可以 几乎可以跟美国批敌 因为他们发展的也很快 也很多人健身 而且政府不会挡 因为健身跟思想没关系 然后再来像电音 电音大陆也非常蓬勃发展 电音也跟思想没关系 懂之懂之 所以发展的也超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拿自己的东西举例 就是如果你是走在大陆要发展的话 你就是避开思想 就会做得很好 那像我们这东西的原罪 就是我们跟思想是一定有关系的 就可能跟上官有关系的啦 对所以就不容易啦 不容易 而且你加上你看 你看我的频道 其实我也是口无遮攔嘛 我想讲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感动到一些我的观众 就是我不会像一些主流社会的 讲一些你知道吗 很表面的话 我可能就会讲说 要发科就发科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可是就讲比较直啦 但是当然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可是我就会讲比较直 可是有一些这种言论可能在大陆 像你看我的YouTube频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我们最高点阅的影片叫什么 你知道吗 好像是跟错爱有关的影片 对不对 对对对 如何让女生想要跟你做爱 我跟讲这标题在大陆一定 这个影片一定下架 这影片一定被KO 就是大陆之前 那个什么 有一些PUA 不是就是说 他们因为市场竞争的关系嘛 他们就是越玩越激烈 大陆 之前 因为你刚刚不是有说 大陆不是有一阵子封杀PUA什么的 对那就是因为他们竞争很激烈 那就是竞争很激烈 就是我就是要心三色 我就要放更多什么实拍影片 甚至带回家实拍 或是什么实拍 喇鸡实拍 接吻实拍什么的 然后到后来那个招也是 就是越来越夸张 所以最后政府就进来整顿嘛 然后现在变成说 他们现在讲 变成说他们现在很多网站 你看那种原来的PUA网站 就变成那讲话变得很好笑 就变成说写说什么 他可能分享一个约会招数以后 后面就讲说不能伤害女生 什么的这样 哦就是最后要消毒一下就对了 对他们要自我审查或者就是就是就是没办法把一些话 比如说我我的想法是百分之百 我可能只能讲70%那种概念 所以所以我会觉得大陆那边 我们当然还是有继续有一些客户在大陆那边 然后我们线上的东西也是有对大陆投放 都是都是有在进行 那只是说我们也还是在留意说怎么切会比较好 总而言之就是说不容易啦 大陆那边不容易 我们也还在try 哦了解 因为对确实这个是不太容易 只是说他们的人当然还是有这样子的教育或者是市场 因为讲说他们两性教育的市场还是很大 只是说就是不可能像台湾这样PUA 所以你看大陆那边很多就改成什么恋爱顾问啊 爱情 就是他们一定会换个名词啊 换个方式去表态 然后可能大善就不能讲那么明目张胆之类的 哦就可能要说什么 跟妹子愉快玩耍 甚至之前有人被抓去坐牢 不知道你怎么知道 哦这我不知道 他其实不算坐牢 但是大陆警察的 大陆警察的权限很高 大陆警察假设怀疑你有罪 我可以先把你抓去关一两周 就是他可以把你拘留 拘留很久 我可以先拘留你一两周 你最后查出来没罪再放你走 可是你被剃光头啦 他拘留就是先剃光头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有他的挑战啦 就是没那么容易这样 就变成说这块饼看起来很大 但是说未必吃得到 或者说有一些 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我们讲个类比 大家比较有共鸣的 像电影好了 大陆的电影市场也很大啊 可是厂商 你看台湾我们国片的市场吃得到嘛 吃不到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除非你要做的很那个跟政治很没有关系的那个议题 不然的话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我们与我们与二的距离你知道那个电视剧 那个电视剧好像在台湾很红嘛 啊大陆也很红 可是大陆人很多不是看正版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以厂商的角度而言 他们也是看得到吃不到啊 就是你有热度但是没有没有没有办法转成营收啦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意思是说还是很多挑战啊 了解了解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约会诊疗室这个部分了 因为后来Max也开了另外一个新频道叫恋爱诊疗室嘛 那你你如何去区别这两个频道的差异 当然会想要再开一个频道 我先那我来访问你好了 你觉得这两个频道的差异是什么 我自己我没有到很深入了解 但我觉得主观 对拼知觉 我觉得约会诊疗室是比较服务男性的一个频道 那恋爱诊疗室比较是两性 就是等于说哎女生的部分也要考量到这样子 OKOKOK你这样讲也没有错啊 但是我们当初在切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约会诊疗室就是切说认识到交往前的过程 我们就叫约会 对对 你听得懂了吧 认识到交往前要约会 然后针对男生 然后恋爱诊疗室就是针对好交往了 恋爱了的各种大小问题 我们就在恋爱诊疗室解决 那恋爱诊疗室就是不分男女这样 哦了解 我们的切法是这样 当然当然我们恋爱诊疗室未来也会有一些女生的东西 陆陆续续加进去 那这边可以稍微先透露一下未来的规划吗 OK我们未来恋爱诊疗室会有几个方向啊 第一个方向是就是针对男生和女生在交往关系中怎么样持续精进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是应该也会开实战课程 可是我们的实战是针对说 你怎么在交往中持续的去吸引到对方 因为很多人会忽略的点是 好像交往以后他就觉得任务结束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 你应该有这种朋友或者你自己有这种经验 是你可能追到女生就太棒了我追到了 这样是追之前都很认真嘛 很多女生都会这样抛越嘛 追之前你都很认真 那追到以后怎么变这么完善这样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追到以后好像任务结束 我就不需要再经营这段感情 可是实际上一个感情要好的话 你要持续不断的经营 持续不断的去炒热气氛 感情炒在长久 所以我们的实战就是恋爱的实战课程 就是来讲第一个 你怎么样持续精进自己 因为你精进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有魅力 继续发光发热 你才能持续吸引你 你的动爱伴 让他想要继续跟你在一起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说 怎么样跟动爱伴沟通 然后让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 那个相处的时候 那个品质都是最好的 这是未来会推出的恋爱实战课程 这样 这是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也会针对女生 去推出更多女生的服务 这样 就是像女生 我觉得我们推出女生的服务 我们的优势是在于说 因为我也就是说毫不为言的讲 就是像我本身应该也不算是主流社会中的好男人 甚至应该很多人会觉得 麦克斯就是坏男人这样 可是我们就是希望让女生了解说 哦原来我们就是这种所谓的坏男人 可能我们在我们眼中就有魅力的女生 或者会想让我们定下来的女生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对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优点或特质 那有一点像是我们可以把这一些知识 让女生了解 那因为我会有这样的体悟是因为 之前有一阵子我们公司超多女生 我们公司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女生 有一阵子 因为我们在招募人才的时候 其实我不care你是男生女生 或者你是gay 我只care的是你们能不能够把任务完成 然后最有效率的方式 跟CP值最高的方式 所以我们看能力嘛 所以有一阵子就刚好 来的女生都ok这样 所以我们就录取一堆女生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有感情问题就问我这样 然后反正我那时候 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他们就说 麦克斯你应该要开课啊 为什么都没有女生的课程 我要上你女生的课程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 或许有一些东西 其实女生也可以获得帮助这样 只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的焦点都还是放在男生这样 因为我想现在主要在教女生 可能两性或恋爱的部分 还是以女性为主 对不对 就是女生教女生 比较有一种 没有啦 如果是台湾的话是 但是如果外国的话是男生 其实是男生 就是说他有一个影片很火 说到底要不要约会 对对对对对对 在外国反而是男生教女生 比较大 在台湾是女生教女生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啊 我是觉得那个他们的公司经营的很成功啦 那个外国的那个Matthew Hussey啊 他其实长得也蛮帅的 然后他其实某种程度上经营成半个艺人 就是很多女生 你就看那个留言 你就看他YouTube的留言 很多女生是为他而来 不是为了内容而来 而且他这个 我举个例子 个人魅力蛮强的 我觉得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说Matthew你好帅 我来支持你 这东西星光奈奈也听过 星光奈奈 星光奈奈不是有个讲把妹的东西 我们不能说他讲的不好 他讲的东西有一些也不错 但是你去看他留言版 很多人就是说 星光奈奈我为你而来 怎么抢头箱签名第一名 你听得懂吧 所以很多人来看星光奈奈 可能不是为了内容 就是为了看他本人而已 我这样 我觉得这有个蛮切切的比喻 你听听看 就是有时候那种IG的那种小摩 他可能很多的追踪者 但都是男生 那他可能有一天想推一个 业配一个产品 是女装 那反而就 卖不他出去 没有没有 应该这样讲 譬如说好 你讲IT小摩好了 那IT小摩 他吸引观众 很大的 可能很大的一个动力 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小摩本身 就不是来自于他讲的很好 那像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反过来举个例子 像譬如说 有一个 揪揪鞋你知道 揪揪鞋 那个讲科普的YouTuber 对对对 揪揪鞋 他是不是 他讲东西 是不是真的就是几乎 像我们就我们会去看揪揪鞋不是为了看他有多帅 不是为了看他有多性感 是为了听他讲他的故事很棒 所以我的意思是揪揪鞋他那种 他就真的是靠他的内容取胜 某种程度上跟整聊室差不多 我们整你看整聊室我也不会穿特别帅 我们下面留言也不会说 Max你好帅我来看你 不会 对 可是大家会觉得你讲的很好 因为你讲的很好来看 很多女生的网红 他可能很多去看他的人 不是说他讲的不好 但是很多去看他的人 是因为看他漂亮 或者说看他就开心 为了去看他而看他 不是为了内容而去看他 了解 所以我意思是说外国男生教女生 很成功 是因为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很帅的人 然后别人看到他 你听他讲话英国枪对不对 那个这 耳朵好 对啊 那个枪掉出来就赢一半了 所以那个女生很能跟他批敌 那 因为刚刚提到 那个恋爱诊疗室 然后你们有一个产品是叫爱情时光机 是在教情侣怎么挽回的吗 那你觉得说 为什么情侣的关系是从挽回这边开始交起 而不是其他的阶段就可能先做好 打底啊 或是先挽救 对吗 我跟你讲 因为那个 第一个是 因为当然这是我解决了十年 就是这个东西 从因为讲是开张以来 就一直有这个问题之外 我是觉得很多人交往打底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这样 大部分的人交往到就 耶成功了这样子 大部分的人会忽略这一块 那什么时候才会打底 就是真的有问题才会来打底 某种程度上是很多人 大家犯贱啦 所以我们才从这边开始 因为就是说 大家可能都在这边跌倒 所以先从这边救 我们会先推出这个东西的原因在这边 了解 那之后有相对应的配套吗 就是说可能往回之后 那之后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交往关系的课程 他们慢慢推出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你看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我们想做的事情 可是毕竟第一个是我们人力有限 第二个是 我不希望我推出的东西不好 所以通常我都是经过了实战再实战 然后可能经过了很多我们讲说 小班的一种实验性的教学 确定说真的会带给大家一些效果 然后这东西真的是有品质的 我才敢推出 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啦 好事多磨这样子 因为我不希望说 胡乱推出一堆东西 然后结果帮不到大家 那这样反而我们的名声也凑掉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都 就是双输啦 等于说就是花一个 花一段时间做好一个产品 再推出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希望说每个东西出来 大家都可以有收获这样 了解 那最后想聊一聊Max 就是说 因为你做这个产业也做很久嘛 那你其实也 也见过很多人 那你觉得说 你身为一个 呃 约会教练 那你 你可以看到 或者说你可以遇到 或者选择的人 一定是比一般人来的多的多 那你怎么 你自己的经验 怎么去挑选一个 合适自己的伴侣 就是说你可能 有没有一些比较看重的 外在或内在的特质 我觉得是这样 这种挑对象啊 就是大家的哲学都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 我现在听到现在 我觉得最多人讲的一点是 就是让自己相处起来 舒服的人 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 那我们具体一点 那怎么样让 怎么样会相处起来最舒服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要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每个人的缺点不一样 我也有我的缺点 可是如果我的缺点 诺阿伯无法包容 就会天天吵架 那当然你刚刚讲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讲比较深层的一些东西 那至于说那种外表 比如说什么身材啊那些的 那些当然是一定要的 我通常都这样形容 就是外表啊 这些或者正的程度 就像是你来考我们学校 英文80分是及格标准 所以外表也是一样 你就是到及格标准以后进来 对对对 它还是很重要 我们不否认说外表不重要 外表还是很重要 但是进来以后 我们更要看的是好不好相处 然后再来是 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 就是两个人价值观相不相近 因为这种东西会决定到长期交往的品质 譬如说如果你价值观 我举个例子 假如台湾泛男泛绿 那假设一个人是泛男 一个人是泛绿 我讲每次选举都吵架 那也很累 你要嘛就是你的外伴政治冷感 他就是你养率又没有差 他就不care的 所以要嘛就是都跟你一样 不然的话相处起来会很痛苦 那再来就是更严重的 像譬如说价值观 譬如说宗教好了 譬如说你没有信教 就他是基督教的 然后每天就想要找你去教会这样 那那个也会很累 他会很累 因为你一直不相信嘛 他会很累 你也会很累 因为你一直觉得 为什么要强迫我相信 所以我觉得价值观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 跟你比较相同的人的话 要走长期 会是比较舒服的事情 但你觉得 就是依你自己看 然后你的经验 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价值观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互相尊重包容的 例如说我可能是佛教徒 你是基督教 那我尊重你的信仰 那就是你也不会来干涉我 还是你觉得说 这个东西有点 没有我觉得 当你男女朋友的时候可以 可是当你要成家立业就很难 因为成家立业 男女朋友基本上 还是算两个独立的个体吧 可是成家以后 你生小孩生小孩是不是一个 那个小孩等于说是横跨你们两个的一个东西 你们两个的结合 这个时候洗脑大战就会开始 就是说要参加佛学营 还是参加基督教下立营 就开始会有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知道你刚刚讲的点 你也讲的点是有没有可能互补 对不对 不同的人有可能互补 兴趣上是可以互补的 就是如果 譬如说你喜欢网球 他喜欢棒球 那很OK 那可以互补 可以互相学习 可是我刚刚是不是讲的是价值观的相同 就是价值观要相同 可是兴趣或者工作可以互补 就是他的兴趣 他的工作可以跟你南辕北辖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的价值观是一致 就都好搞定 了解 所以就是说价值观相同 但是兴趣可以是相同或互补的 兴趣你可以截然不同都没关系 就是我举个例子 就像例如说两个基督 假设你跟对方都是基督教 然后你可能是做律师的 然后他可能是做公安公司或是什么的 这样你们的工作差别很大 完全没有交集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们的核心的 最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基本上你们因为这个一样 所以你们上面比较上层的东西 去互相交流都不会有冲突 所以我看到现在 就是成功的交往关系 最好是价值观一致 会走得比较远 还有什么注重的特质吗 或是你觉得说 这个地雷千万大家不要踩 好那再呼应刚刚价值观的 就是不要改变另外一个人 如果你交往的过程中 你想改变另外一个人 通常会很辛苦 不是说不可能 是有可能的 但是会很辛苦 然后通常都会失败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呼应刚刚前面那一点 你挑的好 你就不需要去改变别人 你挑不好 然后你又想改变别人 那就很麻烦 你又麻烦就包容 你又麻烦就是包容对方的 有这样的问题 或者有这样的特质 那这样子你才会过得开心 这交往关系才会存续 不然你不开心 交往关系也不会存续 你们也会吵架什么的 因为刚刚呼吁你一点 你有说就是说希望说对方是可以包容你的缺点的 那可是有时候缺点这种东西是需要时间才看得出来的 那是不是变成说我跟每个例如说有可能的潜在对象 我们都要相处或磨合过一段时间才真的有办法知道我们是不是 是啊 是 我跟你讲 像你看我的教学 你来过我们这边实习啊 所以说你应该很熟悉我们的教学 其实你看我们是不是都鼓吹跟女生先短暂浪漫 对不对 你如果看我的教学的话 我们也不用打高空 也不用讲得很道德 通常我都鼓吹说先短暂浪漫 那短暂浪漫以后 你可以选择变长期 我现在长期交往的对象都是这样 就他们也是都转在浪漫开始 然后我也很清楚跟他们讲 一开始的时候啦 讲说我是定不下来的人等等的 可是过程中我还是很喜欢他 所以说我一直继续跟他互动 然后这互动的过程中越来越喜欢他 因为发现越来越做共同的特质 发现说这个人真的很好相处 然后再慢慢升级我们的关系 所以最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的价值观就跟外国比较像 外国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像外国我在这边跟各位观众简单的描述一下 像台湾或者亚洲社会 华人啊我们一翻两瞪眼 我们就是三个关系嘛 朋友或者男女朋友 朋友跟男女朋友之外是什么 你知道吗 家人 不是不是不是 朋友男女朋友 然后不然就泡游 你听得懂啊 我们亚洲就三个东西嘛 女生如果问你说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如果你讲不出来 哈 不是男女朋友就是泡游 你这样听得懂 一翻两分 在我们亚洲 我们就是三 对 OK 他在国外的社会 国外是这样 国外也是有那个什么 我们讲 泡游嘛 比如说hook up或者是说one night stand 但是外国有个很大的区间叫做dating 在dating的时候 我可能跟你发生关系了 可是我一样有可能会去找其他人 那在外国的关系中什么时候叫定下来 就叫relationship 如果你听一个人跟你跟他讲说 我跟I am having a relationship with谁谁谁 那就是认真的 可是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说 I am dating谁谁谁 那就是还没到认真的 你这样听得懂吧 就是说外国的dating就有点像是我们的短暂浪漫 他就是说这个人 他不会只想见一次 他不会想见一次 他可能会想见很多次 可是他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开放的关系 就是应该讲说 他这个时候还没有被定下来就对了 他还没有承诺说 我就是只跟你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文化差异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会搞的 就是很多台湾女生 跟外国人相处的时候 他就会被搞混这样 因为外国人的认知是we are dating 然后台湾女生就觉得说 可是我们在交往啊 你是外国玩卡什么的这样 就是很多那种冲突是来自于这边 就对于那种双方的那种理解不同 所以如果 你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我觉得从这个电影 你们去看那个例子会最鲜明 有一个什么生日 就是什么在生日都会被杀的那个电影 你没有看过 就是好像一个时光机还是什么 他生日就一直被杀 什么什么忌日快乐还是什么 可以稍微讲 你看过那部电影吧 因为现在我没有网络 对对祭日快乐 就是祭日快乐2 我看他祭日快乐这部电影 他的英文叫什么 我看一下 对祝你祭日快乐 对 Happy Death Day 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我们知道这部电影 我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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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反正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看他第二集这样 他的故事本来就蛮有趣 然后第二集 他有一幕就是那个女主角 那女主角跟那男主角 就是女主角跟那男主角在一起 然后跟第三个人讲说 这是my boyfriend 然后这男主角说 No we're not 这样子 那那一幕就是很鲜明的去表示说 这男生的认定就是我们在dating 我们还不是relationship 就等于是两个人的认知不太 这是个小地方 对对对 这是个小地方 可是他其实凸显了 美国文化跟台湾的文化差很多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文化 你选哪一种 他都有 就没有绝对好坏 感情就是一种艺术 所以我们不评断说哪个好哪个坏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经过了dating的过程 然后你真的跟这个人相处得很好 你在升级成交往关系的话 通常会稳定很多 因为你们是经过非常多磨合 而且是慢慢来 而且你是经过了 你听过一个词吧 叫做废物测试 你听过吧 对不对 PWA 意思就是说 女生会考验男生 对不对 简单来说就是女生会考验男生 那 其实我们要反思一个东西 为什么男生 我们在挑选对象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要考验女生 其实一样的 某种程度上 我们在dating的过程中 我也在丢很多废物测试 我也在测试说 这个人跟我到底合不合 他能不能够通过这些关卡 那如果都通过的话 太棒了 那这个人我想要跟他长期交往 我想要提升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会建议 我通常都建议男生这样子 去获得关系 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我们回到一个实际的操作 面 就是说好我如果我是持这样子 价值观的一个男生 但我遇到一个可能就是一翻两瞪眼的女生 我怎么去 去也不一定是说服他 我怎么样子去跟他磨合 或者是说去做沟通 就他可能他的价值观认知里 就是说要嘛就是情人 不然就是可能就是朋友 我刚刚想 你刚想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像买股票一样 你现在碰到的局面是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要不就买 要不就不要买 好 那你现在有个抉择点 你如果经验够丰富 然后你觉得说OK 这个女生她没办法 她现在要我这样做决定嘛 那我如果现在就做决定 然后我大概有七成的胜算的话 那你就冲冲看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刚刚那个局面就是有风险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这么硬 你现在就是得决定的话 那看你要承受这个风险 还是你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个风险 那我去找一个可以跟我磨合的人 就我懂你就是说 你大概听得懂一点吧 所以这没有办法的答案 这纯粹是 你自己就觉得嘛 你自己去评估嘛 就是这个东西 你觉得说这个女生是不是对的 因为 你就有点像是 你要在一个资讯不足的情况之下 做决定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那你就是 看看咯 看你自己咯 那通常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只要你 够有魅力 然后你有吸引到他 多半的女生 他可能会这样跟你摊牌 可是你如果也跟他摊牌 通常他会愿意 就是说继续跟你dating 通常 但是但是就是说 你可能要让他知道说 我的方向是网交交往的方向 就是说我 我没有说一直要玩 但是在过程 我还在观察你 我确实是对你有好感的 如果OK 我一定想 或者是说 你可以甚至可以直接跟他讲 我确实是想要跟你走长期 甚至未来有可能会结婚 是什么的 可是你看我讲的话 就是讲比较保守 我没有讲说一定会跟你结婚 我是讲说未来 我会想跟你结婚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过程 我还是希望顺其自然 不要给彼此太多压力 了解 等于说也是真诚的去跟他 跟他看他愿意愿意接受 是啊 是啊 我们也是真诚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其实就是这样 那Max在这么多的 可能教学 或者是恋爱的经验里面 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说 很迷失过 或者是很迷惘过的时候 我觉得是大概在 约会诊疗室刚起飞这几年吧 我们开始有YouTube 然后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 变蛮红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认识女生的时候 就是我会有那种身份的那种认同 我说我到底是约会诊疗室Max 还是 就是我是那个约会诊疗室Max 我是那个大红人吗 我是那个网红吗 还是我是一个PUA 还是我是谁 有一阵子有那种认同 对身份认同的我 到底是谁 那到后来 我就慢慢的就是 有点像让自己沉淀以后 就是其实像你看 我现在在讲很多东西 我也不太喜欢那种什么PUA 就是我到后来 我就是尽量让自己 把这种帽子或者标签拿掉 我就是Max 我用最真诚的方式来跟你互动 不管你是谁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我才是最舒服的 就是我也不是PUA 我不是 不管我是不是 我反正我就是Max 然后我来跟你面对 因为我跟你讲 像现在对不对 可能跟我互动很多女生 我跟你讲 我现在网路交友 我可能都很难滑 因为滑一滑女生就说 我看过你的YouTube 你没有懂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太多人认识我 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度会有那种认同危机 可是后来走过来 那就比较OK一点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可能就是那时候比较色 那时候就会一直想拔妹想拔妹 可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什么 30几岁以后 那个男性激素下降 有用这样 你就会觉得头脑 头脑被还回来了这样 以前都被GG绑架 然后现在就是那个什么 身体有还给自己的感觉这样 你就可以去做很多 就是有更多想做的事情 可以去完成 可以去执行这样 所以之前我看过一个 那个书写的很有道理 他就说 通常男生要获得大成功 都是到30再40岁这个区间 因为30到40岁这个时候 比较成熟 然后你体力还有 你还是可以去完成很多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的男性 获得大成就的几率是很高的 我现在会有这样的认同 我的意思是说 正统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 我觉得我最低潮就是我刚刚讲了 就是开始有身份危机那个时候 可是走过以后 现在就蛮平静的这样 无欲哲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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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是 你是怎么样 调试过来的 没有你看 有身份危机 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代表说 你有欲望 你我想要巴着 PUA这个身份 还是诊疗室 他这个身份 还是什么身份 可是 当能够无欲哲刚放下的时候 就轻松很多 你都要懂吗 你就心无负担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自己都要看我自己的课程 我没有开玩笑 我自己在看我自己的影片 我都会被鼓舞 你知道 因为人的情绪是高高低低的 可能 我当初在录这些课程 在做这些课程的时候 我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可能在生命的某个阶段 心理状况是很糟的 所以以前的我 反而在某些时候 可以鼓励现在的我 对 所以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点 你让我反思到 其实 有时候我自己 也会看我自己的影片 就是让以前的我 来鼓励一下现在的我 这样 等于是利用 状态好的自己 去来 鼓励或者是疗愈 现在状态不好的自己 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 这趟旅程 学无止境 感情这种东西 学不完 就只能 包含我也是 持续不断的学习 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那你觉得这趟旅程 你有想过退休的一天吗 或者是可能 渐渐转到幕后的一天吗 可能会去做其他东西吧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 这当然是有可能 但是就是说 你看我现在其实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 约会整了事 然后我现在就是开始交往了 有些心得 恋爱整了事 然后未来 可能 再过了一些年 可能有新的体悟 我可能会分享新的东西 所以我很难给你确切的答案 但是就是 我没有特别说 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就是 我的想法是 我想要 就一路做到老了 就是说 我不希望我自己停下来 因为做这些 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我也很享受 就像我每次食安课程结束 看到大家获得成果 或者说 我们内部有个英雄榜 就是我们 学员如果成功 他 愿意的话 他 他有时候 会跟我们分享 说 Max我结婚 Max我怎么样 那 我存在一个不公开 这不公开 这只有我们自己看得到 一个英雄榜 就是我们以前 到现在 所有学员 他们成功的样子 有时候看了那个 看了那个英雄榜 你就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 你觉得做的事情 很有意义这样 在这些英雄榜之中 其中可能有些人 他们可能 当初 如果没交女朋友的话 可能会变成症结 我们也有很多那种 精神状态怪怪的人 对 他可能 一些东西 无法开窍 所以 整个人就很 反社会这样 你应该有碰过那种人 常常会 抱怨很多 觉得大家都亏欠他等等的 就是可能 从小的一些事情 这样子累积下来 可是 可是我觉得 当我们让他 在情场上 获得成功以后 他很多 反社会人格就消失了 很有趣 很有趣 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一句话 讲得很好 当你成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世界是公平的 对 所以 我是觉得说 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有大概一两个人 或许当初 如果 不是因为我们的话 他可能会去做出一项正结的事情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 所以就是蛮有成就感的 你就会觉得 这份工作真的帮助很多人 然后自己也很享受 这样 所以 希望未来 可以 不管是做 什么样的领域 恋爱在延伸 还是可能不同的领域 都希望说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帮助更多人 嗯 对 这样 因为我对MAX的认识 就是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蛮蛮勤奋的创业家 那 因为你自己在在run一个公司嘛 所以我相信不管都在约会的领域 还是说 别的你可能 maybe还会想要再做不一样的尝试或创业 嗯 就是说这块你有想过吗 还是还没有想过 因为你自己也提到说你从二几岁到三几岁 所以确实是整个心态啊 整个有比较沉淀下来 那你也会有更多的余裕去思考这些未来的规划 很多啦 很没有跟你讲 这种 你如果要讲这种奇怪的想法超多的 太多怪想法 很 就是想开餐厅啊 然后想选 市议员啊 都有都有 太多太多 就是这种怪想法很多啊 但是 我还是知道说 有时候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讲脚踏实地很重要 就是 你有这么多想法 你还是从 比较容易实践的开始 比较好 对确实是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表达的是 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 那只是说 未来会做什么事情 我真的 我真的也不知道 这个有时候是命运 这很难讲 那约会诊疗室 未来有 还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你说约会诊疗室吗 我们约会诊疗室 可能未来 我们会想要规划是更多 诶 实境的部分 VR 甚至VR的部分 这样 就是怎么样 把 我现在是在想啦 但这个有点商业机密 但是就是 总而言之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方向 就是我们想要 让怎么样把约会的情境 越生动的带给我们的观众 越好 让观众更有更强的代入感 对 胜利其境 因为现在约会 约会教学很多 文章也很多 可是很多细节 其实是你要真的去感受 那个分寸的拿捏 那个讲话的氛围 那个语调 那个 我们怎么样去让消费者感受到这些东西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学习都会有加分 所以 所以我 总而言之我给你一个大方向 就是我们想要把VR 这个东西带进教学 怎么去做 对对对 只是说 尽情期待 我们的作品 结合科技的部分去协助教学 对对对对 总而言之就是我刚刚有讲嘛 就是更多感官的部分 现在 我看文字我只能讲说 你碰到这个女生 她讲了 她讲了什么话 你就牵她的手 可是牵她的手 有力道之分 手有长度之分 有时机之分 这些东西你拿捏的好跟不好 有时候都是决胜的关键 就是这种东西就像是那种 为什么有时候你看 某个人 他讲一句话 女生就买单 为什么你讲了就不买单 就是因为很多这种细微的东西在里面 你没有学到这些精髓 所以自然 你没有办法吸引女生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想 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 包装一个更新的课程 然后把这些感官的东西都加进去 把这些细节都加进去 让大家学习更上一层楼 我们优惠展老师未来计划是往这边走 了解 好那今天Max跟我们聊了很多 从优惠展老师 聊到恋爱展老师 包括他个人的经验 然后还有整个一些商业模式的想法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 有一些话想跟 就是台湾的男性 或者是还在情场所苦的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中固 男性 男性 如果是针对男性的话 我想要讲的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男女平权的时代 女生其实进步得很快 而且女生很多这种 女生很多这种资源 女生她们自己会互相帮助 而且很多女生很积极 像我之前为了学习很多东西 我自己也有很多心理辅导 那我就会发现一个现状是这样 就是很多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班有一些是 比如说要开女生班 或男生班 或者不分性别 你去那种不分性别的班 你会发现说大部分都是女生 男生很少 所以其实女生她学习的意愿是很高的 所以女生一直在进步 那我们男生一定要加紧脚步 也要持续的进步这样 因为你不进步的话 你被女生超越 那以女生的天性而言 女生会喜欢一个比自己更厉害的男生 这样 所以如果你能够成为很厉害的男生 那你能够挑选的对象就会变很多 那我觉得会变M型化啦 以后的择偶市场会变更M型化 所以我会在这边更积极的呼吁 就是如果你是男性朋友 你真的可以更加紧脚步的去加强自己这样 才能在这个未来更M型化的情场上 获得成功 这我最后的鼓励跟祝福 哇 非常中肯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心有七七一 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下班 可能去参加一些进修 或者是一些meet up 或是跨产业的一些聚会 我发现真的还是女生居多 就是女生会花时间在不管聚会还是职场的进修上 当然这也许跟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可能二十几岁的男性 他比较会比较浮躁 那也会受到一些诱惑 例如说可能游戏啊或其他的诱惑 变成说我们没有那么多心思在自我察觉 说你应该要self-improvement这件事 这一点我蛮认同Max讲的 好也谢谢约会者要是Max跟我们聊了那么多 那如果之后关于大家有更多两性的议题 还是说大家有想听的话题 都欢迎来信来训跟我们说 那我们是Barnix Talk就下次见啰 谢谢Max OK 谢谢大家拜拜